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在投入選戰的第四天 他今天一大早是到了中立的護政事務所 來簽護籍 正式的成為桃園人 落腳在中立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今天來到護所 將我的護籍從新竹 簽到桃園的中立 那這個是我自己人生 很重要的歷史時刻 因為過去47年來 我的身份證一直都在新竹市 那大概從小學開始 我的護籍所在地都沒有換過 那這一次為了要來擴大服務 來服務太太的娘家桃園市 那特別將護籍簽到了中立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是很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那也很期待未來能夠做為桃園人之後 能夠在這段時間跟我們所有的桃園鄉親有更多的互動 那未來也會透過政績政見來贏得桃園鄉親的一個支持 那我會選擇落腳在中立 其實是因為過去在新竹州 行政區在新竹州的時候 日治時期的時候 中立郡也在新竹州的範圍內 那除此之外 中立的南桃園有很多很多新竹的鄉親過去 從新竹落腳在中立 好 我們聽到了正式成為桃園人林志堅 他是非常的開心 還秀出身分證給所有的媒體記者看 而其實呢 中立跟林志堅的淵源也相當的深 因為林志堅的太太就是在中立出生的 也在這個地方成長 而林志堅他也強調了 接下來如果人有機會當選的話 他一定會盡力的推動中立的交通建設 好 謝謝